好,所以其中一个我觉得挺聪明的 move 就是分开了三个地方 就是India,美国和中国的成分 所以之后就会独自去不同的自己的方向去做 这里其实Wall Street Journal的文章也有提到 其实都挺尴尬的 因为譬如北京方面支持就是制裁美光 国内就不可以继续用micron的一些chips 和memory的产品 所以中美方面的情况也是比较尴尬 而美国方面也有一些不同的regulation 就是如果你是国内的公民的时候 就是中国大陆的公民的时候 你又很难投资到一些美国的企业 所以Sequoria的分布究竟是 你又没有中国呢? 又没有不同的情况的时候呢? 那Clear Cut方面就会比较容易一些 相信就会是 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对于Sequoria是一个挺好的發展 不然就继续都是很尴尬的 那你同一时间又在大陆又在美国里面有营运 那分拆似乎是一个不同的方向 但是暂时这家Sequoria Cap 就是在中国国内的网页都叫Sequoria 但是你看到一些不同的新闻 那其实已经开始是叫做孔了 那名字已经是有些不同 那Hallowell 如果大家有学过 program 第一句多数都是写Hallowell 那如果大家有些program的一些背景的话 那所以那情况已经是很不同 那连Sequoria都开始分家 那我也想说一些国内的EV的新闻 那如果最近有些看到什么新闻都可以分享一下 那比亚迪 那之前如果大家国内有抱过去出差或者旅游的话 那福士一直都是一个经常见到的车款 因为很多的士 啊不同的一些商用车都是用福士 那所以福士是在中国里面来说的话 这个品牌或者那个market share一直都很高 那但是刚刚呢 就是第一季呢 就是BYD被阿迪都是overtake了福士 就作为在中国里面的best selling cars 那我都echo回之前雷总说 就是在大陆看到的情况就是 都很多不同的电动车 尤其是比亚迪方面都是佔了一个很大的market 那都不出奇了这宗新闻是吧 不出奇了 老实说是 其实都好几年前开始就已经见到就是外国的汽车品牌 那个市场占有率呢 其实一直都是轻微地递减的已经是 而中国的所谓叫做domestic brands 就一直都是那个饼就越抢越大了 老实说是 所以这个都 sometime coming的了 就是这个这样的结果 就是都 预了 有一段时间之前预了会发生 就是自己的问题就是 什么时候出现 老实说是 所以就 反而呢 这个新闻以外呢 就是我 我看到这个 就是China Cars 这件事呢 我反而想提出一点 就是不好意思 希望不会截断了你那个 那个思路 或者那个题目 因为呢 近期呢 我看到呢 就不少的一些新闻呢 就高度地说 就说 啊 中国的汽车 这个出口呢 是已经超越了日本的汽车出口了 这样 ok 那 我看完之后 我心想 ok 又如何呢 ok 老实说 我没有认真去看 深究它那个数字的 怎样计算法 如果它纯粹是计算 在中国生产的 而出口的汽车 和比较在日本 生产 而在日本出口汽车来说的话呢 中国超越了日本呢 我觉得一点都不出奇 也都没有什么值得 那么大惊小怪 因为如果大家对于汽车市场 有少许认识的话呢 都应该知道 由80年代开始 日本的汽车厂 已经不断是在外国地方 设置生产线的已经是 所以日本在美国的车厂的产量 在欧洲车厂的产量 在南美洲车厂的产量 其实是非常之惊人的 ok 其实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希望没有记错 日本车厂在美国生产汽车的产量 已经超越了在日本本土生产汽车的产量 所以刚才那些消息大家说到 好像很令人振奋 中国出口汽车的数目 超越了日本出口汽车的话 so what ok 就是他们根本上都比较 那个重点都不在这里 那你有什么值得 就是觉得 勁抽呢 我有点忍不住 忍不住半边嘴笑 为什么呢 那因为 你说回出口 其实刚刚是不是那个月公布的数字 两个注入和出口 在中国的数字都是 雙雙下跌 如果你说中国的 不是 中国的出口 是下跌了的 好像跌了7.9% 但是中国的入口其实是多了 所以中国的贸易的顺差 是好像不知跌到去 过去不知几年 的一个低位 我不记得你 尤其是看回 FT这幅图 就是刚刚 昨天出的这篇文 你看回五月的数字 贸易的数字 贸易是跌7.5%的 贸易也是跌4.5% 那是不是双双贸易和贸易都在跌 这么有趣 你先听一下 我很快就看一看 你这样说 就令我不能 对自己的记忆 是有些动摇 真的要看一看 因为我就看到 是 是 是我记错了 不好意思 我要纠正 我要纠正 sorry 你可不可以给我 分享 分享 好 等等 我先允许你 是 等等 因为我也看到 双双量的数字都是有下跌的情况 是 始终 中国大陆就是一个加工的其中一个重点 其实 进入有时 是一个信号 就是给你知道 之后的贸易是多少个数字 所以 进入 如果数字都是下跌的话 我分享了没有 可以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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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真的记错了 因为 OK 是不是看到我的标准了 5月份 就 比对去年 就跌了7.5% 而 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 第一 就是 4月份的时候 其实出口 是有8.5% 一年来一年增长的 那么 当然 8.5%的正增长 到-7.5% 就是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 当然 亦都比市场预期 其实市场也预期 出口是会有所减少 但是 那个减少幅度亦都比预期大很多 所以 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较负面 更加负面的东西 OK 刚才我记错了是什么呢 就是 原来入口 年上年都是跌了 不过 是比市场预期好 市场预期 是跌8% 出来是跌4.5% 所以是比预期好 所以我是搞错了 其实它不是升了 不过是跌少的预期 也是跌了的 OK 所以 就是相对 第一个来说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 那个贸易的顺差 就真的萎缩了 也比市场预期差很多 就是市场预期 就 4月份的时候 贸易顺差是有 90个billion 就是900亿 差不多 OK 市场预期其实 是预期的顺差会 扩阔的 但是谁知道 是大幅地收缩了 这个就是 这个情况 这个就是 補充的 OK 这个是 但是是不是都很讨厌呢 因为就是 GDP 这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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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很重要的 那你如果 是啊 这个当然是 就是看 在中国来说 不过也都这么说 其实就是 因为 中国 在过去 我想 五年八年左右 其实那个 占了整个GDP的比例 其实都一直是 是向下 减少的 其实取而代之 或者 不是代 不过 取 就是 就是 personal consumption 是有所增加的 OK 那么 当然 Government的贡用 亦都是其中一个 就是 重要 因为过去都知道 大家都 就是 如果中国经济是需要 要有少少 就是 就是 收润的 情况来说 或者可能需要 加加油的话 那就 就是政府的贡用 通常都是 就是加加油的 力量来源 Fiscal spending 方面来说的话 都是可以 浪费一些东西的 所以 如果 比如说 你看看这个 5月份的一个 进出口情况 就是有个 这样的 Below expectation 的话 如果这个趋势 是继续的话 我估计在下半年的话 就应该 中央都会加大 少少一个 Fiscal spending 的力度 如果不是的话 这样 怎样 可以达到他们的 5% GDP增长的目标 你知道这个 这个是一个 定了来的话 就是要交功课的 这个东西 所以好像最近 房地产 就是国内方面 好像有一些 放松 一些少少的措施 但我真的不知道 究竟 但是没什么用 没什么作用 我看回每个月的 就是房地产的 情况来说的话 其实 如果你给到今年年初 是有反弹的 但问题是今年年初 就刚刚在去年 这个清零政策 一直在拖下来的话 是一个低基础 所以如果用最新一个月 给到今年年初 去年底 其实依然不大 只可以说 房地产的情况来说 其实就远远 是远远 未去回这个 所谓疫情之前的水平 虽然 很多地方政府 以我所记得 其实很多地方政府 都已经是 将之前那些什么 限售 跟着又 这个可能 这个 还有什么 借贷方面 种种的一些 限制 包括是可能 就是 如果不是手套房的话 又有一个 免责率 全部都全部 但是 似乎都仍然是 没吸引到 国内的人 买砖头的医育 重新再来过 这个就 所以我挺投行 你 net export 就是不要 三头马车方面 net export 就是已经是 帮少了 那你 consumer spending 就是 你看到KO的面色 都一样 所以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它是公司 公司特别的事件 你是不是这样说 哈哈 不是 他家公司 没问题 整个行业 在消费品方面 都是比较 投行一些 因为 比起市场预期 疫情后 可能会瘋狂消费 效果 已经是没有了 这个都已经是 确定了 那你再做多些一些 就是 政府的capac 或者一些投资的时候 那 哇 已经是借得很大了 就是 地方方面 那个财政 已经是很差的 就是贵州省 已经 破产了 等等 所以 很难保持到 GDP 那个数字 坦白说 相当 是 其实 就是 我所见到 今年来说的话 中央那个 fiscal spending 都不 未等到去下半年 其实已经是 含含声来的了 特别是在 renewable energies 方面 那个investment 就是我 最近见到 有个 就是news 来说的话 就是 今年头五个月 中国 投放在 那个太阳能的 就是 建设的设施 所投入的金额来说的话 已经是 就是 肯定是 那个破纪录的 一个速度 甚至乎 今年头五个月的 投入的 那个 投资金额来说的话 已经是接近 去年的 全年的 那你想想 都挺夸张的 就是已经 就是很明显地 已经看到就是 都不能够等了 也不能够拖了 已经要开始 要做好一些事情了 但是问题就是 就是这些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来说的话 到底有多少 是中央抹起呢 还是有多少 又押了去地方政府 那里 要地方政府 就是出资呢 那你刚才eddy先说了 很多地方政府 已经是 就是 水浸眼眉的了 就是那个 就是债务的 水浸 已经浸到眼眉 那已经是 那就是 还怎么去捧多些 这些东西呢 或者怎么去捧多些 去做这些东西呢 就是都很容易移民 是 那说到楼市 本身是说电动车 但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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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楼市 我一直都说 是比较麻烦些 其实我之前 说了很久 我想我两年前 已经是说 我不敢说楼市 会每年 一个 好像97 金融风暴 那时候 那个跌势 因为这个情况有些不同 就是 97的时候 是很严重的 第二个就是 外围的因素 就是 在亚洲各国 都出现了 金融风暴的问题 那时候 是一个几个方面 夹杂了的情况 导致97之后 楼价跌得这么厉害 其实 我想 在我每年 两三年前 都已经开始说 我说楼市 就比较麻烦些 尤其是 我说 如果是400万楼下 那时候 因为摩奇 可以做了九成 那时候 买那些 Model X 尺寸的 棺材盘 的楼 我说 那些真的很危险 因为 市场里面很多 现在建的新楼 还是建一些 很奇怪的 特别的积极 或者200多尺的楼 等等 我说这些供应是很多 而你再卖出去 是很难的 而如果 因为疫情 和加息的时候 那些人的安全性 比起雷种 凝固等 那些信贷纪录 是差一点的 那我说 你400万楼下的楼 真的 不好碰 如果可以的话 都 卖出去 如果可以的话 我说 整体的楼市 其实都是不看好 不过 每次一看 说一些比较差的楼市 然后 人们就说 你没楼 你没楼 不就出声 然后就骂 但是 其实 很平心静气 我看到很多不同的 案例 由我之前 好像三个月前 都已经说过 不过 旺角洗衣街 那个盘 我也说 跌到一个平均尺脚 那么低 是 葵冲工业地的价 而那块洗衣街 就是之前 水务处的地皮是市区的地王 是一个很第一个地区 我说都跌到那个价 其实就 不是个别例子了 其实 要认真看看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之前拍 或者赤柱等等等等 雷总都提我 可能那里有些 一些特别的情况 那地方 未必是可以作为指标 那我又看到新楼 就是又看到一个新的 一个新的 一个新的 那么 华某些楼 那当然是 吸引度很高 就是 气得又好又漂亮 所以可能 有些不同的情况 大家去看看 官堂 新盘安丰 上月取消 遇售楼花 那就是 应该有 那么大一个楼盘 那就是 只有三个人 就是入了票 而三个人 都打定 全部离了牆 那么大势 是啊 是啊 那一块地方 其实也有点够 那么说 官堂 其实就是安达神路 都不知道 在哪里 安达神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安达神路 那是以前的矿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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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移山的时候 是一个很大的项目 如果你从草虹村 看上去的时候 或者 就算你在港岛看过去的时候 在官堂那一块地 都有一个 好像街 梯田 一层一层一层 一层 隔下来 其实这个项目 在私人工程师 我们都知道 就是在那里移山 如果有些香港的项目 是要填海的时候 那些泥在哪里 买 或者 在那里刮了一些泥 之后 就搬去一些填海的地方 就不需要在其他地方 或者国内里面 买很多泥沙去填海 其中一个想法 是这样想的 所以在安达神路 其实就 有条路 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两年未改 应该有条路 就搬去 菲犹山 这个新清水湾道 一边就去到那边 另一边就在南田那方面 在东岁口 就可以到南田的位置 但是你说 上到安达神路 那个景观就是开阳的 坦白说 因为都是在山的位置 在山腰那里 但是你说 交通是不是方便到 好像 就是 官堂 或者是 那要好几年的时间 因为那里 那个地方 其实是很大的 那个 那个 礦场的地方 那个地方很大的 就是 我相信 当时 建立了之后 那么 那个 交通 那样东西的话 配套是应该会 是会有出现的 但是 现在 最早期的话 就真的 比较难搞些 真的 还有再加上就是 我不知道现在 那个礦场 是不是已经完全是 停止 使用 没有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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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你去住了 马鞍山 所以 放心 滑了 有些渣 给你留下 你走一山 看看 那里 看完青蛙 不如上安大臣 走走走走 哈哈哈 那 华茂那时 2018年1月 那时 就31亿去买 这块地 那时的赤价 12000 然后贴近市场股价的上限 那当时 也不算很夸张 12000 和31亿 都不算一个很大的地皮 但是 哇 没办法 现在 都已经是跌到 他买的价格 已经是 嗯 都已经是 附近 就是2020年 长实 你作为股东那间公司 不是啊 1号仔 没有长实 2020年5月 那时候 李先生 已经是 平价地买入其他不同 上车盘的位置 地价已经是 跌了超近 六成 因为 就是 华茂那时 2018年 就是12000元一尺 但是 现在就是成哥 2020年 就是4546元 那么 低了成六成 麵粉价都已经是跌了六成 那么 所以就 改召了 因为华茂的实力都很强 那么 就 改召安老 那 雷总也登陆 有没有考虑一下 这些豪宅 那 不过这些地方 都是 就是 就是 人烟囚蜜 那 就是 身处于 顶峰上面 就是 看的视野都会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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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点 在光明顶上 所以 就 改造 就是安老的 一个社区的方向 所以都 哇 你说 坦白说 初时买楼 就是 作为发展商 你买地皮 然后建楼 然后卖楼化 但是如果你是作为一个安老 慢慢收租 那个概念 就完全不下 所以 是不是 地产商 在香港一定必赚呢 就是这个神话 我觉得是 已经 完结了 就是 你还是不承认 觉得是 我这样唱 惨楼屎 就算 这些 你是不面对现实 那 下次我们回来再 讲其他话题 好的